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是首次见面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写一画的表现 宣草的绘制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有了解过 中国画又简称国画 作为我们的国粹之一 历经几千年的发展 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表现形式 作为重要的东方绘画体系之一 中国画在材料 技法 形式 内容等方面 与西方绘画有很大不同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古代我们的中国画通常会被称之为丹青 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汉代的陆甲在《新语道基》中也说过 丹青玄黄其伪之色 意思是丹青和玄黄是神奇瑰丽的色彩 那么在这里呢 丹指的是中国画中一种特殊的红色 我们在中国画颜料中称之为朱砂 而青呢 是一种特殊的绿色 我们在中国画颜料中称为石绿 那这两种颜色呢 就像我手中所画的这幅画中的 花朵和叶子的色彩 在我们至今1500多年前的敦煌壁画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颜色的大量运用 在我们从古至今的中国画作品中 蕴含了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 思想情感等等 那因此今天我们就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画的分类 还有中国写一画的表现特点 最后我会带领大家通过一幅中国写一花鸟画的绘画实践 来一起以更加直观的形式 深入理解中国写一画的精神和笔墨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画的分类 那中国画按照表现对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表现内容来分 可以分为山水画 人物画和花鸟画 那么前两者呢 我们暂且先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就可以 今天我们重点来解释一下花鸟画 花鸟画所描绘的对象 实际上不仅仅是指花与鸟 而是泛指各种动植物 那我们按照传统的分法 可以分为花卉 蔬果 领茅 草虫 畜兽等等 那中国画按照表现技法来分 则可以分为公笔画与写一画 公笔画是以线造型勾勒着色 刻画宫颈细致 那这个呢 如果今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会为大家进一步的来进行解释 今天的课程我们重点来看写一画的特点 那写一画的表现特点首先呢 是上意 讲究以形写神 以神写意 也就是说在造型中呢 不以神似 而以表现出对象的内在本质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为最终目的 我们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就曾说过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太似则媚俗 不似则妻式 那第二点呢 我们的写一画 画法洗练纵意 讲究古法用笔以输入画 那在中国写一画中 它的笔墨也是有独立的艺术价值的 那具体呢 表现在用特殊的笔法 来表现出的笔墨形式 还有笔墨情绪等等 那在中国写一画中呢 我们跪在在画的时候呢 跪在力度的一个表现 就好像我们在写中国画 在写书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把全身的力气 调动起来 运用在笔端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在写的时候呢 能够行人流水 让气人生动 那在我们来形容这个中国画的 用笔的力度的表现的时候 有这样的几组词汇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体会一下 那第三点呢 中国写一画追求意境 讲究原物济情 外师造化 终得心源 也就是说画家呢 来借由客观物象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有紧生情 以情入画 那在一幅作品当中 它的格调和意境 往往也是画家资深品格的直观体现 那中国画自古呢 就有识人论画的传统 正所谓人品不高 落笔无法 那下面我们对比来看这两幅作品 一幅是我国的国画大师 齐白石的作品 还有一幅呢 是法国的印象派画家 马奈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写一花鸟画呢 虽然没有像西方的绘画那样 以完全写实的手法 来表现出花的造型和姿态 但是呢 却以更加自然的形式 来表现出花的 自然生长的态势和生机 因此整幅作品当中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来自蓬勃生命的气韵的流动 那再一个呢 我们注意看花朵的这个叶子 叶子部分的造型呢 我们看到是用墨色来表现的 而不是自然界当中的绿色 那这个呢 也是为了和红色的花朵相互印 这样可以使色彩更加和谐 艳而不俗 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那这也是中国画造型中的 似与不似 其实呢 我们中国画造型中的不似 是为了更似 是为了更加追求 自然的生命和生机 再比如我们看到的 这幅由元代的 王冕所绘的墨眉图 全图只有一枝梅花 横斜于画面之上 并且没有色彩 只有墨色的点染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 反复有清雅之气扑面而来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幅画中 来感受到 书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的 诗一般的意境 那我们再来看画家 在画上的题画诗 物加喜艳池头树 朵朵花开但莫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那从这种诗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画家想借梅花的高洁 来表现自己不负权贵 洁身自好的品格和修养 因此我们说 中国写一画 常常是以写生为基础 水墨为上 借物抒情 脱物研制 那中国画属于本民族的 鲜明的艺术特色 是其他任何的艺术形式 都无法取代的 因此接下来呢 我们会一起来进行一个 中国写一花鸟画的 这样的作品的绘画实践 这样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 亲身体会 中国写一画的笔墨意境 今天呢 我们主要来画一幅 写一宣草画 那宣草在我国 有着非常悠久的 种植历史 它是夏天生草本植物 那宣草的花 可以要用也可以食用 同时宣草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忘忧草 而宣草也是我国古代的母亲花 在古时候 当游子要远行的时候 就会先在北唐种植上宣草 这样希望减轻母亲 对于孩子的思念 那唐朝梦娇在游子诗当中 也写到 说宣草生唐结 游子行天涯 慈母以唐门 不见宣草花 同时宣草呢 它不喜喧闹 有一种安静的气质 因此很多文人默客 会借助宣草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那我们要绘制这样的一幅 写一绘画作品 首先要用到的工具材料 第一主要有毛笔 那我们中国画所用的毛笔 全部是取材于天然的动物毛发 根据它的材质不同 我们可以分为狼豪 羊豪 兔豪 梨豪 等等 不下几十种 那我们一般来说 比较常用的 有羊豪笔和狼豪笔 那羊豪笔呢 它比较软 吸水性很强 因此 我们常常用它来绘制 需要大面积渲染的花朵 叶子等等 而狼豪笔较硬 但是它的弹性比较好 因此呢 我们常常会用来绘制 花的叶脉 静若 花枝等等 这些需要表现力度的部分 第二 墨 那在古时候呢 古人作画是需要用到墨 墨钉和燕台 那燕台呢 主要是食材 而墨呢 墨钉是由松烟或油烟来制成的 那我们现代人作画呢 因为有现成的墨汁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那我们画画使用的纸 叫做宣纸 它呢 全部是用天然的木浆和草浆制成 有生鲜和熟鲜之分 那在这里 因为我们今天要画的是写一画 所以我们用的是生鲜 生鲜它的吸水性很强 而熟鲜是不吸水的 那色彩部分呢 画中国画所要用到的 当然是中国画颜料 我们的中国画颜料 全部是取自天然的 矿物质或植物色 色彩可以经久不变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这样的白色的小瓷叠来进行调色 大家注意在调色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墨叠和重放各种颜色的色叠分开来使用 这样呢可以保持色彩的沉浸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绘画辅助工具 首先呢羊毛毡 这个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是需要把羊毛毡 铺在我们的画纸下面 这个羊一方面呢 是方便我们的操作 再一方面更重要的呢 是防止透色透墨 污染画面 正纸呢比较重 具有一定的分量 这个我们做画时呢 可以用来压画纸 当然平时看书的时候 也可以用来压书 笔洗是我们用来盛放清水 清洗毛笔用的 这个大家最好呢 在画的时候可以准备两个笔洗 这样一个用来清洗沾墨汁的笔 一个用来清洗沾颜色的笔 这样可以保持你的画面的纯净 还有我们看到的笔帘 那笔帘呢 主要是为了我们在外出时 携带毛笔用的 它呢对毛笔 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 写一宣草画的绘画实践 首先我们要用到墨汁 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燕台和墨钉来研墨 这样呢墨色可能会更加的纯净 然后我们用画宣草的画瓣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藤黄 然后注标 然后注标 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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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脂 10绿 那如果大家用的是这种长套的国画颜料的话呢 大家从里面找到森绿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花青 好 下面呢我们先来画宣草的花瓣 画花瓣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只羊豪的饼 那大家在画的时候呢可以在旁边放上两张你用废调的宣纸 这个可以用来蘸笔用 那我们先蘸好水 然后呢蘸一点点颜色 先蘸一点鼠红 然后调和上注标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水分不够可以再稍微蘸一点点水 调和完之后 调和完之后 再稍微回去蘸一点鼠红在笔尖上 画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快一点 因为生轩纸它是不吸水 它是吸水的 先画第一个滑板 可以蘸一点水 那我们画的时候中间部分要留白空出来 因为宣草花呢它是桶状的 那宣草花因为它的正面就是里面的颜色会稍微正一点 而背面的颜色呢会稍微浅一点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再调一点藤黄在珠标里面 然后调一点森绿 调一个稍微浅一点 灰一点的色彩 我们来画背面 这样稍微 点一下 衬托一下 当然一朵花肯定是比较单调 所以我们在旁边呢 我们再来添一朵 大家画的时候呢要注意画面的布局和安排 因为这一朵花肯定是当着眼线的 杂币 伥托一带 宣草花肯定是一个 对 芽 剋 不处 酒 不处 不处 就 不处 我 宣草花呢 它不会说是全部都是开放的 因为它一般在早上开放 晚上会闭合起来 所以我们要配合花苞一起来画 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力度呢 全部从身上 然后到你的这个手腕 然后到毛笔端 注意这样提着点 然后再来画 然后我们画一支饼 用狼豪饼 来画叶子 画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墨色 当然也可以 在这里呢 我用花青这样一点点墨 这样调出来一个稍微重一点的 片绿的 一个色彩 那我们画叶子的时候 也是要特别注意你的笔上的水分 因为我们需要呢 你不管叶子有多长 或者什么造型的 我们都要你平住气息 一笔完成 画的时候注意提案的变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注意宣草叶子的不同的姿态 那我们再换一只小一点的狼豪笔 来换花枝 画花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一点点三绿和藤黄 然后如果你想让色彩更加柔和一点 可以再稍微加一点点猪标的颜色 然后把我们刚才画的这些花朵把它穿起来 这个时候也是不管这个花枝多粗多细 我们尽量一笔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用腌织这个颜色 来画花瓣上的小的斑点花纹 尽量用笔尖来处理 那我们注意画这个花纹的时候呢 从花心的部分到外延 它是一个由蜜到散的一个过程 就靠近花蕊的部分 我们可以画得密集一点 你看到来画花瓣中间的脉络的时候 你尽量用中锋 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个的小点 我们也是一样 要把你的力气全部要调动起来 到你的笔墩 谢谢大家 当然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中国协议化是以形协议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每半花半 我们都要做到那么面面俱到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让它虚一点 有些地方实一点 这样反而会更加的生动 然后我们调一个稍微 用三绿加糖黄 调一个稍微片绿一点的黄色 我们来把这个花心部分 当然不要全部都染 我们只是把这个跟花瓣连接的部分 我们可以稍微的染一点点 再让它的层次更加的丰富 然后我们等它干一干 最后再来画花丝 那现在呢 我们刚才画的叶子已经差不多 有一点点 有些地方已经干掉 那我们可以呢 用小一点的老毫笔 蘸浓墨 来画花叶中间的部分 我慢一点 稍微用中锋来勾 这个中间的脉络 也是尽量一笔完成 下面我们再来画中间花蕊部分 那最一定要提着点力气 快一点 快一点 那画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点好中间的这个花药 我们可以点好中间的这个花药 那画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点好中间的这个花药 稍微补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用花青加一点点森绿 我们来画几笔下面的这个小的杂草 或者我们说叫细叶草 或者我们说叫细叶草 这个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为了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我们主要是为了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好 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蛋末加一点点花青 我们来点一下下面的这个开点 再让它有一个层次感 再让它有一个层次感 最后呢我们再对画面进行调整 那刚才我们画的这个花苞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两笔花丝 这样显得更加生动一些 好 这样呢我们一幅写一宣草画的作品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大家呢 在写过书法之后 可以在上面 落上自己的名字 或者你想要写的一些字啊 诗啊等等 盖上印章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来画写一轩草画的 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首先呢 因为宣草花它是同生的 往往一根茎上会生树朵花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花朵的前后的变化 比如它的造型 姿态 朝向 大小等等 那么第二点呢 宣草花它有五瓣也有六瓣 那同时呢 它的颜色呢 有金黄色 也有珠红色 那今天呢 我为大家演示的这副呢 就是珠红色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也要注意每一瓣花瓣的 它的造型形态和色彩等等 那么第三点 我们在画的时候 花蕊的颜色 一定要种一花瓣 当然我们可以用墨色 那在这幅画中 我用的就是墨色 或者大家呢 也可以在墨色当中呢 来添一点点 比如说玫瑰红啊等等 这样稍微偏冷一点的 种一点的色彩 来画花蕊部分 那么再有呢 就是宣草花的 它的叶子是细长的 我们画的时候 一定要中锋用笔 然后你在画的时候 平住气息 一口气完成 这样才能使你的整幅画面 气韵生动 并且有力度 而且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宣草花的叶子的 穿插组织关系 那么相信大家呢 经过一定的努力之后 一定可以画出一幅 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节课 所学习的主要内容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 中国画的分类 然后我们大致来理解 中国写一画的表现特点 那我们在进行 绘画的实践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笔墨的控制 和运用 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在今后呢 感到烦忧的时候 可以画一画宣草花 这样来减轻自己的烦恼 当然在心情好时 或者思念家乡时 想念自己的亲人时 都可以画 或者我们在为自己的母亲 祝寿时 也可以画上一幅宣草花 以借宣堂高寿之意 好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可以开心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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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